阿哥,你覺得我女朋友會不會喜歡這個?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我怎麼知道? 阿哥,你不要這樣,妒忌我都沒有用的 我只是說事實出來,我哪有妒忌你呢? 看你的表情和語氣就知道 你這麼懂得分析別人的表情和語氣 你不知道你倆我都不喜歡嗎? 阿哥,老實說,如果你介意的話 你也可以找人一起選 那那清明是不是對男人? 不是,你之前對男人就不用對 從外人都說 很好笑嗎? 不好笑 找這套買了1288元,如果他不喜歡我就 我上個月才只有520元 什麼? 其實買貴了也不要緊,最怕他不喜歡 情人節真麻煩,不知道誰想出來 我只知道那天是為了紀念 可以成全有情人而犧牲自己的神父 後來就不知為何變成情人節 這樣不錯,大家都記得這個神父 這個節日原本是好的 不過現在已經變成給商家利用來賺錢的節日 還有那些什麼雙十呢?雙十二,看見人都猛 無中生有的節日根本就是自己人的消費用浪費 或者現在大家喜歡抹黑一頓 無論有沒有心都好,都會成為一種模型的比較 一至日那天,那些人要抹黑一頓才是心光理得的 那之前一早拍了,在情人節那些Post就行 可以,如果你現在不介意的話 你只買了吉的禮盒給我拍照禮也行 唉,有情人有煩,沒有情人有煩 這個節日真是害人不淺 情人節好還是不好,都看自己心態而已 就像你有喜歡的人的話 情人節就是一個好的機會了 反過來,如果你只是為了比較 去浪費命,而是但玩在一起的話 這個只不過是自卑心作祟表現 根本不可以說是愛情 雅十哥的歌詞說得很好 其實愛對你的人,情人節每天都過 聽你這樣說,我決定送給他吧 反正... 反正你們真的相愛 反正都買了回來 他不喜歡,再想辦法吧 好,阿哥,你剛才說知道這個花的價錢 莫非你也有喜歡的人? 我剛巧沒過天啊 你覺得我會相信嗎? 你信不信哥的鬼事啊? 那你明天怎樣過啊? 說來聽一下 我怎樣跟你鬼事啊? 請請YouTuber Tooneyo